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 最早开始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 二战后,中国政府依照开洛宣言和波斯坦公告的规定 收复被日本非法侵占的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 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 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临海和皮莲区 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中国上述立场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早在1948年,中国政府就正式公布了南海断续线 并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坚持 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质疑 非方声称中方把断续线内海域都据为领土 这是对中方立场的虚意歪曲 不符合事实 非方应停止对国际社会的误导 停止借南海问题挑起争端 借外力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在处理南海问题上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通过谈判协商,妥处涉海矛盾分歧 在分歧解决前 也愿同有关直接当事国共同努力 管控好海上局势 积极开展涉海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感谢观看